好 各位好 我們今天打算來解答 Lead Cope 當中一個問題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所 碰到的一個問題 那 這次應該是一個是 最佳股市進場 買賣股票的一個 一個時機 然後將它的最大的獲利值 將它 傳回去 這樣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把畫面呢 這個縮小一下 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題目 好 題目 這是 121題 Best time to buy and sell stock 所以 它這邊原則上就給一個正列 如果我們在Java 在Python上當然就是 用所謂的清單 那 所以 你 這裡呢 你要 做的事情就是 將你的 利潤極大化 那 你必須在 單一 同一天 啊 單日 去買 買 Store 然後再選擇不同天 在未來的 情況呢 去賣掉 賣掉 這個Store 賣掉股票 好了 好 然後 傳回值是它的 最大的 Profit 好 那 如果 實在 沒辦法的話 當然就傳回去的值 值就是0 好 那我們看它的一個 例子的一個說明 好 這邊來講 我們比方說 一個Array 或者一個清單 所以 715364 它的Output值是5 好 那 好 這邊給的解釋很清楚 所以 就是你在你的第二天 好 那時候的價格是1 那 後 在 這之後 最高的 最高的 那個 股價的 那 當日 是第五日 價值是6 所以 6-1.5 好 那 你當然沒有辦法 就是 在 第二天 買 買這股票 那 第 第一天 你賣掉 好 那所以 要先買才能賣 好 所以你不是說 我這個 清單 我是找最大最小 然後相 相減就 就是你的獲利值 當然是不行的 好 所以這個 這個是要稍微留意的部分 另外呢 他給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說 欸 他這個清單呢 他是遞減的 所以股價越來越低嘛 股價越來越低 你當然不可能獲利啊 所以 當然就是0 好 所以大家這是他的一個題目的說明 好 那我們 這邊呢 有一個 用 Jupyter Note Lab的 所寫的一個 一個很小的一個 程式大概來 來簡單說明一下 好 那 這個是 用來說明啊 我們不是用這個來解題啦 好 我們當然也可以在這邊解題 也沒有問題 好 這個是 主要是來說明 我們 怎麼去解 lico121 好 的一些想法 那這裡呢 我們會使用 Mateplot NIP裡面的Pyplot 那這個 簡單的繪圖一下 讓我們 讓我們簡單說明一下 那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給 他給的那個 說明的例子的 第一個例子 啊 他這個一個清單 好 那 我們就把它 繪出 好 好 所以我們這邊 從這個圖形上 就可以看了 非常的清楚 所以 我們要買的 好 如果是 按照他的鎖影 當然在鎖影 在1的時候 就買進 那 極大實是發生在 鎖影是4的地方 好 所以 原則上呢 我們的一個做法 其實就是讓 這個回圈啊 整個去跑一遍 好 然後 去判斷 啊 判斷他是不是 呃 是極大的 獲利 如果是極大的 獲利 呃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替換 所以這個大概 一回圈少一遍 大家就可以做得出來了 好 那我們 就準備來解題吧 好 我們解答方式 其實也蠻簡單的 好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當然就 設我們要傳回去的變數為 名稱叫做Purfeit Purfeit一開始 當然就是先設0嘛 假設你一切都失敗 當然就是 Return回去是0 然後 再來一個變數就是 我們最佳購買的價格 叫做Buy Buy的話 我建議就是直接去取Price 裡面 裡面在一開始那個 的值 這樣就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回圈 回圈呢 我們 還是用Range回圈好了 好 這個比較方便 I這個變數呢 他是 從Range 搭配Range函數 他是從1 一直到 這個Price的最後一個 好 所以就是Range-1啦 好 所以這個 Range-1 所以在這邊的話 他 Range函數是 有頭無尾 好 所以這邊就是Range-1 Price-1 好 不要忘記冒號 好 回圈裡面了 我們當然就再 做兩件事情 就結束了 好 所以 我們 要看我們的購買 的價格 購買價格 我們就回去 每一次迭代 就做一個判斷 如果說他 他Buy的 這個 他買 他當日的 Price-1 的價格比 Buy要小的話 我們就做 替換嘛 這個時候 比較簡單 我們就做 用命這個函數 就好了 連衣服都不 不需要用 所以就是在 Buy跟 Price-1 第1個 這兩個價格裡面 去找個比較小的 就當成 新的 Buy的值 那 Profit呢 Profit 當然就是要取 最大的 Messing 在哪兩個當中 取最大呢 當然是跟 原先的 Profit 再跟 這一次的 價格 減掉 Buy的值 因為你的Profit 當然是 賣的價格 在扣掉原先買的價格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嘛 然後 再來 回圈就結束了 然後 再來就是 Return Return的 當然就是 Return Profit 好 好 那我們 讓讓看 好 第一個Case OK 第二個Case 也OK 好 那 這個我們就可以 Submit 至少 確定它是不是 完全正確 好 OK 好 雖然 大概就是在中間 所以這個題目 因為簡單嘛 好 好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把 這部分呢 我們把它 做Copy的動作 直接在我們的 Jupiter Lab上 試試看 好 我們把Jupiter Lab打開 好 所以我們把這邊把它 貼過來 貼過來 然後 這邊我們當然 當然是讓這個 函數的部分 函數部分 當然這個 我們格式不太一樣 我們這個就是 一般的函數 它這邊的話 是在 呃 是在 所謂 那個 Class 裡面的一個方法 所以不太一樣 好 那這裡一樣 我們 Shift Enter 好 這邊我們再把它的 那個 最大的獲利值 把它列印出來 確實是5 齁 那跟 我們所預期的 齁 都完全 都是正確的 齁 好 我們除了 剛剛Range 4的方法 我們這邊 要把它改成 就是 直接是 For Each回圈 齁 直接就是用 用它 這個 呃 呃 清單 所以我們這裡 4回圈呢 我們這裡就不用I啦 我們就直接用X X呢 是它的 整個Prices 整個去跑 除了D0的不要 所以我們這邊就用切片 呃 它是 是 第一個 到最後 所以這邊 所有 下面變數 是Prices i的部分 全部改成X 好 這就是另外一種寫法 我們看看是不是可以 OK嗎 速度 可能會快一點 齁 我們把它撒咪一下 OK 速度稍微快一點 齁 剛剛是50 現在60 齁 也不錯啦 齁 好 4 我們 好 我們 看 到